欢迎再度回来 每到了春夏季节 路上常常会出现爬行的红色昆虫 首先这很有可能 就是近年来横行全台湾的重大海虫之一 荔枝春象 民众遇到它的时候特别注意 因为它受到惊吓时 会喷出腐蚀性的液体 导致皮肤溃烂 甚至严重的话 有可能眼睛会失明 而过去荔枝春象大多是出没在 南部地区或果园农地等等 但专家警告了 都市当中你最常见到的行道树 台湾蓝树就是它的最爱 加上气候在改变 其实荔枝春象 早就已经大举入侵 我们的都市生活圈 想要防治有谱吗 目前主要采取的是生物防治方式 派出了原生种的蜜蜂 叫贫富小蜂 那么将它的卵 寄生在荔枝春象的卵当中 大幅抑制它的繁衍 另外还有喷洒化学农药 以及是物理移除 但学者坦言了 外来入侵种一旦入境之后 你前面没有及时移除 最后就只能靠金控 不可能完全清除干净 而目前台湾防治执行 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有法可解吗 继续带你了解 外面都是无蜿蜂子啊 可是无蜿蜂子现在也是春象很多啊 这边是一片的无蜿蜂子 大概有两三夹啦 觉得它是本来的 它的花是这一种的 这就是野花 野花也变迹 就像变成这样 但是现在都 你今天看都没机会 明明正处开花季的无蜿蜂子树 放眼望去花苞了了颗树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凋零的花碎 每天它要开花的时候 就把它那个花先把它吃掉 吃掉的时候它会把它毒液放在那个花里面 所以整个花都变消灰了 消灰就不会结果 说起来实在无奈 自家这片土地20多年前遭工业废水污染 民间机构发起工艺 在2016年种下具有经济价值的无患子树 果实可制成菩提面珠或天然洗洁剂原料 第一年收成数百斤 之后却遭遇立志存向肆虐 年年欠收 尊相你如果要它打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些毒气的气味道很臭 你有没有闻到 你臭很臭 有没有闻到 开始是用打的 用人工去抓 人工去抓的时候 它稍长不太危险 现在大长没人要打 立志存向是外来露青种 受到惊吓会从臭腺孔 喷出腐蚀性臭意灼伤皮肤 喷到眼睛甚至可能失明 立志存向的生命周期 长达300天 特爱刺激鲜嫩的花碎又果 南部的立志龙眼首当其冲 专家估计如果无法防治 免损金额可达11.8亿台币 如果再不抑制 未来恐将危害毒会区 我这几年其实最麻烦的 都是接到学校 或者是说居家 像我们这几年也接到了 好多是台北市 新北市 那他们就是家里门口 有这个龙眼树 或者是说台湾卵树 无患子 一定是大家常见的行道树 跟公园路树 那其实立志存向 就是会在这些区域 去刺激跟这个危害 像是艺人香蕉 就曾在安全帽中发现 荔枝春象的卵 而家中的安全帽 衣服 袜子 都可能成为荔枝春象的产卵地 尤其无患子科的台湾卵树 遍布全岛各地 公园 校园 儿童游乐场 人行道都有栽种 农业部防检局因此推出 跨县市合作的 全国立志春象区域整合防治计划 利用天敌昆虫的相克原理 瞄准立志春象的 2到6月产卵期下手防治 因为这个是本来在中国或东南亚 就有的害虫 那他们其实在里面就有谈到 就是用一只叫贫富小蜂 那台湾其实很棒的是 我们是一个生物对样性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发现 有荔枝春象危害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在它的软里面 就是我们在西湖 也的确在软里面就找到了 有这个贫富小蜂的这个寄生蜂 台湾原生种蜜蜂 贫富小蜂外形就像一只小蚂蚁 它会将蜿产在荔枝春象的蜿中 小蜂幼虫会吃掉蜿内的荔枝春象幼虫 长大后成为小蜂 再去找荔枝春象的蜿来寄生 大幅抑制荔枝春象的繁衍 目前统计防治率高达9成 如果要选贫富小蜂释放的地方 我们会去找荔枝春象产卵的 比较多的聚集点 因为其实贫富小蜂是卵寄生蜂 那有些区域农民也可以就是 除了这些聚集点 其他的就贫富小蜂 就可以平均的释放 苗改厂自创贫富小蜂释放盒 除了活体小蜂 还有这一片片寄生软片 软片吊挂在树上 20天后就能孵化成为贫富小蜂大军 实验统计 平均每只贫富小蜂 一身可寄生200多颗荔枝春象软 苗改厂因此研发 贫富小蜂量产系统 以应付全台荔枝春象的防治需求 那我们现在是做量产的动作 那是提供明年农民来做释放 那一次寄生的话 可以寄生6到8片左右 那软片就平铺在笼子底部就可以了 黄色软片上密密麻麻的白色小点 它是碧麻蜂的软 专门提供给贫富小蜂寄生 研究员先将碧麻蜂软 均匀撒在软片上粘着固定 接着放进四玉箱中 让寄生蜂寄生 平均一片约有1000粒软 羽化成功率高达8成 经由专利冷藏技术 可存放150天 等到来年使用 我们在让它可以睡5个月的当中 我们就逐渐的增加它的产量 那等到荔枝春象一出来 产卵的时候呢 我们就马上把这些平均小蜂 给释放下去 去把荔枝春象的下一代 逐渐的降低 过去可能在技术 还没那么成熟的时候 可能只能放一年3万啊4万 但到现在 我们的技术其实非常成熟 那如果有需要农民都可以提供的话 我们就可以达到100多万只 目前荔枝春象 除了生物防治外 开花前还会进行化学防治 平时也可搭配人工敲除 生物 化学 物理 三管旗下进行防治 但学者坦言 要完全移除不可能 到目前为止 台湾没有任何成功移除 外来入侵种的记录 要预防外来入侵种不是简单的事 受国际贸易民众频繁出差旅游影响 外来入侵种比过去更有机会进入台湾 而一旦进入到发现 外来种的族群早已壮大 台师大教授郭琪迁深入花莲 研究花莲盛行的样虫病 与外来入侵种缅甸消暑关联 样虫病比较可怕的就是说 它很像一般的感冒发烧 所以这个医生如果不知道你是样虫病 纯粹只是给你一般的感冒药的话 比如像潘泥西磷这一类的 基本上你是好不了的 它会造成这个器官衰竭 2007、2008的时候我们发现到 这个外来种敏殿小鼠主要分布在北边 然后赤背在南边 可是等到2020到2021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这个外来种敏殿小鼠 已经从不止北边一直扩散到 这个凤林镇的南边 郭教授透露 目前缅甸小鼠房治 仅依靠当地政府拨款抓捕 预算没了房治就停摆 却给了缅甸小鼠繁衍机会 学者坦言外来入侵种种类多元 还需中央制定专责法规 整合跨部会合作 才能有效率地执行 外来入侵种的房治 真的要房治的时候 到底是哪一个单位 比如说理论上这权者单位 应该会是这个林务局 可是像缅甸房治缅甸小鼠 它就是房检局做的 然后如果它是又跟人的病有关 就是卫生署做的 现在叫卫生 不利部做的 对 所以它就变成说 你牵涉到不同的物种的时候 它的权者单位就是不一样 复杂且范围广泛的 各类外来入侵种 导致防治上困难重重 目前除了官方的力量 学界 民间也自发性进行 监测 观察 通报等活动 犹如官方的第三只眼 官学民协作 共同对抗入侵种 为台湾多元环境尽分力 感谢您今天加入新闻思想起 物种生存战的探讨行列 外来入侵种大举蔓延 导致台湾原生物种的数量大减 或灭绝 侵法动全身 未来势必导致生态环境 跟着变样 感谢您的加入 我是王欣怡 我们再会